今天吃点什么 咱咱咱咱咱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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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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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 家父还算有些人脉 我找来的福生时虽说小了些 倒也勉强过关 哇 这样来看的话 我们三个人就是竞争对手了呢 恕我冒昧 申赫小姐也是来参赛的吗 不是 我没有什么想问宁光的问题 只是想帮她赢 这样的话 我倒是有一个更好的提案 宁光小姐说过 前三位找齐材料的人均可获得奖励 三次提问的机会 我们三人正好评分 与其相互竞争 不如团结起来包揽前三名 几位意下如何 听上去很不错 具体要怎么做呢 我明白云先生的意思了 最难找的福生时 我们三人都已经找到了 剩下两样材料并非孤品 只要有一个人找到渠道 就可以解决我们三人的需求 是这样吧 云先生 正是 原来还有这样的办法 好嘞 那我先说我这边的情报吧 关于千奇核心 我这边有些线索 据说这核心打造起来不算困难 难在作为材料的几种矿石不好制备 我打算回船上问问素灵厅没听说过 你们 我们可以去城里请教一下寒风铁气的张师傅 你觉得呢 如此甚好 那就分头行动 无论哪边顺利 我们离胜利都更近一步 那我先走了 回见 嗯 我们也出发吧 说起来 云锦想要问宁光小姐什么问题呢 我正在为新戏寻找演出场地 宁光小姐眼界过人 我想请教她的看法 哇 是什么样的戏呢 派萌眼想听听看 戏 是家父根据坊间传说 偶心沥血所作 是一个描绘神怪仙女的传奇故事 其名为 神女批冠 是一个人 是一个人 收拾 kn1 碎 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次是宁光大人准备的 不知道这次你们有待了吗 没有 我们正想问问需要哪些矿石呢 嗯 总体来说 需要碎细铁矿和蜜滑石两种 如果我没记错 宁光小姐上次 应该是从天恒山附近找的矿 碎细铁矿有一种特性 据说是会和神之眼共鸣 花点力气 总归是能找到的 但密华石就比较难办 据说市面上非常少见 我也不清楚 听说天恒山一带的人 知道某种密法 能锁定密华石的位置 当然 只是传闻而已 我建议你们先去天恒山附近 寻找碎形铁矿 要是遇到当地人 可以问问他们密华石的事 天恒山 这么说来 神女批冠 其实也是发生在天恒山的故事 据说天恒山风水疑人 许多仙人也喜欢到那里去 去那里走一趟 我也许会有新的感悟 事不宜迟 几位 我们即刻动身 不宜迟 我回去 想不想 口水疑人 二ant 爬到山顶时,腿已经酸得不行了 今天算是故地重游 看这里风暖险峻,流水潺潺 仿佛室外桃源一般 也难怪神女批冠的传说会发生在这里 繁源蒙蒙,仙元涛 此处的确像是仙家活跃之处 神女批冠就是云锦最近阿昌的戏码 居然正好发生在天恒山 一定是某种特别的缘分啊 不知道神女批冠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一名少女成为英雄的故事 英雄?派蒙最喜欢听英雄的故事啦 这是最早流传在天恒山的传说 相传,此地曾有一个繁华的村落 村子里呢,有一对感情特别特别好的夫妻 结果有一天,突然来了一只可怕的魔物 妻子在外采药,被魔物抓走 丈夫心痛欲裂 不久之后,也变得疯疯癫癫 魔物十分嚣张地告诉村民 想保住性命的话 就把村里的小孩子供奉给我 怎么会有这种大坏蛋 必须要好好教训他才行 可是魔物十分强大 村子里的人害怕他 只能听从他的要求 就在他们商量要把谁家的孩子献给魔物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小姑娘主动站了出来 他难道是想 他深藏一把驱魔剑 假装十分害怕地走到魔物的老巢 随后大胆出手 一番苦战过后 总算是解决了魔物 再后来 他因为自治过人被仙家收留 成就了一段佳话 只可惜先凡永阁 他也从此无缘再入尘世 因果红尘渺渺 烟消 便是神女批冠的结局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 只是在我看来 或许戏曲中的那个小女孩 并没有大家说得那么勇敢 她大概配不上这样的赞誉 这我倒是没有想过 戏曲创作包含解读与演绎 难免会对真实人士进行改编 父亲在写这出戏的时候 应该也是想借戏曲中的那位神女 让更多人收到鼓舞吧 嗯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一个 我理想中的故事 听到了这样的故事 派蒙也收到了鼓舞 让我们打起精神 来找碎星铁矿吧 也不怕 如果沒有什麼東西 那邊相關 就好 我要先把這隻小子 就好 你先不想賺 我先不想賺 我先不想賺 你先不想賺 你先不賺 我先不賺 你先不賺 我先不賺 你不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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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不賺 你不賺 我先不賺 你不賺 你不賺 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一路找来的时候 我好像看到过一个村庄 张师傅让我们问问本地居民 不妨去那边看看 咦 真的有人在这里 看来云警并没有看错呢 老伯伯 你好呀 我们想打听点消息 怎么办 他好像没听见 你好 老伯伯 我们路过这里 想向您打听一下密华石的线索 意思是让我们在村子里找线索吗 没办法 看来只能我们自己动手了 神鹤 云警 我们一起找找看吧 抱歉 你们先找吧 我想和他说几句话 可以吗 明镜伯伯伯 你是 神鹤 阿鹤 你还活着 那些传闻是真的 你这些年 抱歉 几位 寻找密华石的方法 我不太清楚 但村子里应该有一些记录 这里已经荒废了 没什么人来 你们可以随便翻找 哎 神鹤认识这位老伯伯吗 谢谢老伯伯 那我们就先去找了 那位明镜伯伯对神鹤没有恶意 神鹤小姐不会有什么危险 放心吧 好吧 那我们就先去村子里找找看了 几年前 我曾经瞒着师父下山 回过一次这里 那时这里就荒芜了 只有些不长眼色的小贼 熟悉的人和事都离我远去 只有路过的闲人围绕着我 称赞我的气质如仙人一般 我向他们解释自己并非仙人 只是出生在这个村子的普通人 但没有人愿意相信我 那时我看着破败的房屋 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 总觉得茫茫天地 看似哪里都能去 仔细想想 又哪里都去不了 一晃这么久过去 一切都变了 上次来的时候 我其实很难过 不过这次不知道为什么 不会再这么想了 一个人的时候 难免会胡思乱想 但这次 你不是和朋友一起来的吗 是啊 我的 朋友 魔神残渣 村庄变迁 天恒山附近 难道说 神女批冠的传说 就是发生在这个村子 时间也对得上 看来这次真的来对地方了 走 我们再去别处看看吧 这是 这是 傻瓜 与苦瓜 在你身上 与你身上有些是 你身上要追求 这是什么 真难 山河 其实就是戏曲中的那位神女 仔细想来 她的身上确实有仙人气质 年龄也对得上 难怪与她聊天时,我总有种奇特的感觉 应该早点注意到的 而且从这份记录来看 戏中的神女,其实就是那对夫妻的女儿 她并非主动情应 而是被自己的亲生父亲 亲手推到了魔物面前 真相如此,实在令人唏嘘 难怪她说神女并没有戏中所唱得那么勇敢 因为她本就是被迫面对那样凶险的场面 看来家父所做的神女批冠 很可能需要进行一番修改 找了一圈 好像没有看到关于蜜花石的记载呢 我们再去那边找找吧 就是这个 也就是说 黄昏石到天恒山南部的湖中心 就能找到蜜花石了吧 那我们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山河吧 有一年我回来的时候 也从路过的商人那里听说了白发仙女的故事 却没想到是你 我与你父亲本是至交好友 当初曾有机会阻止他举办仪式 却出于心软放任自留 最终酿成大错 每年 我都会带些花回来 心里也一直觉得 欠你们一句道歉 何必道歉呢 就算你当时阻止了他 他也一定会通过别的途径找到方法 为了爱人 他可以不顾一切 那 你还恨他吗 我不知道 我本是孤臣结煞 师父赐我红绳赴魂 帮我压制住狂躁的心系 也让我的情感淡漠如仙人 如今提起往事 与其说恨或不恨 不如说是无感 这些年 也确实是辛苦你了 神鹤 我们回来了 那我就先告辞了 直到你没事 我的心里也好受了一些 下次有机会 我可以再给你讲一讲往事 谢谢你啦 老伯伯 我们找到线索了 神鹤 你看 这上面记载了蜜花石的下落呢 只要到那边的湖中心就可以找到了 是吗 那我们现在就赶过去吧 生鹤小姐 我想跟你商量一个事情 刚刚我们在村里找到了你父亲的笔记 神女批冠中有诸多不识的地方 我想将其改掉 为什么要改掉 我说过 戏曲本身是对现实的改变 但戏曲的主人公就在眼前 我不能忽视你的感受 没关系 我很喜欢方才你讲的那一版 师父曾说 什么时候我懂得为他人使用力量 什么时候 我才能真正融入人类社会 所以 我也希望自己有一天 能像戏曲中唱的那样 挺身而出 去保护别人 以前我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 也不知道以后 是否会有 放心 一定会有的 其实在我看来 或许你已经有了一些改变 只是需要一个契机 去意识到这一点而已 神鹤 云锦 不要在那里聊天了 我们快出发吧 不然说不定就要被别人抢先了 好 好 1 2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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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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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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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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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10 11 11 11 等下 哦 怎 怎么样 你们找来的这些料子 可都是货真价实的上品 哎呀 我感觉 能锻造出不错的成品 看来我也得拿出点真本事了 呦 老伙计 你们那边进展如何 我这边遇到了一点麻烦 素灵没见过千奇核心 从头开始研究 需要花费一些时间 生产千奇核心的事情交给我 你们先去忙别的吧 放心 用不了多久 我这边就能完工 那就辛苦张师傅了 我们这边开始筹备仙家福禄 不过和仙家有关的东西 要去哪里找呢 就由我来制备吧 由深鹤小姐来 没错 我这些年跟仙人修行 对制备福禄的方法也略知一二 第一次见面我曾对你说过 我是为群玉阁而来 却不是来参赛的 其实 我本就是来送仙家福禄的 师父听说了宁光 重修群玉阁的事情 便叫我来送福禄给他 同时 师父也说 希望我借此机会 重新回到人类社会 只是现在看来 我与世隔绝太久 缺少许多常识 留下来 或许也未必合适 不过 与你们相遇 我很开心 这被俘虏的事情 就交给我吧 合不合适的 我不了解内情 也不太清楚 不过既然相遇 也是一种缘分 哪天心情不好 尽管来我船上喝酒 多谢 那张 师父 我就在你这里借个地方 这被俘虏了 当然可以 正好我也想开开眼 看看仙人的术法 是什么样子 啊 福禄已成 虽然 与师父亲手制备的相比 尚有不足 但应该也算质量上乘 你们要的东西 我这边也打好了 太好了 那我们就快点 把这些东西交上去吧 不要被别人抢先了 黎月仁实在是代价 恩 你 ак 好 凌桑小姐的小秘术 我们把材俩找齐啦 啊 这么快 而且 三位是一起找齐的吗 哦 原来如此 我懂了 仙旗核心和仙家福禄都没什么问题 看来这场比赛要分出胜负了呢 我宣布 这次材料筹备竞赛的三位优胜者 分别是旅行者 云锦和北斗 不是 这就结束了 我扶生时还没找到呢 我不能接受 啊 紧敢慢敢 还是慢人一步 那就有请三位优胜者 先移步到群玉阁 宁光大人已经在上面等着了 咦 北斗哪儿去了 公公还看见他在这里的 啊 北斗小姐有些事情 可能会晚一点的 几位先随我来吧 好吧 那我们先到群玉阁上看看吧 上次登上群玉阁 好像还是很久之前呢 将仙家福禄与千奇核心相结合 放入群玉阁控制舱内 如此一来 群玉阁就算正式重建完毕 之后收起铁锁 他便会升入高空 辛苦几位 现在该由我兑现承诺 给你们奖励了 好耶 芸先生的来意 我稍有耳闻 你正在为新的戏曲寻找合适的舞台 对吗 正是 不知道宁光小姐有什么建议吗 既然是芸先生隆重准备的新戏 想必极有分量 出演 不如就选在这新建成的群玉阁上 如何 群玉阁地势极高 由此向外 能一览众山小 高处之风镜 又可观人间众像 我想 天下怕是没有比这里更适合先生的戏台了 多谢宁光小姐 稍后我会备好戏曲道具 劳烦宁光小姐一并带上群玉阁 明细佳曲 值得如此 不必客气 旅行者 申鹤 还有小配蒙 我先告辞了 记得来听我的戏哦 你呢 你想问我什么呢 事先说明 你哥哥的行踪我也不清楚 就不要浪费这个问题了 呃 宁光小姐总是未卜先知的样子呢 既然这样 就轮到派蒙来问了 经商可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容易 资金 人脉 对风向的感知 对机遇的嗅觉 凡此种种 缺一不可 你们若是想问怎么赚钱 我自会按照约定回答 但对现在的你们来说 未必有效 哇 明明我还什么都没有问呢 心思都写在脸上了 一看便知 当然 你们帮我重建群玉阁 恩情重大 我绝不会亏待你们 我可以许诺 若有一天你们急需接济 可以来我这里寻个差事 至于薪水待遇 我当然会按最高规格来给 太好了 下次摩拉用完的时候 我们来找宁光小姐就行 那我们俩都没有问题了 深河有什么想问的吗 我 是呀 因为材料是大家一起找齐的呢 多谢 但我实在没有什么问题 是吗 那这个千载难逢的提问机会 怕是要浪费了 怎么可以这样 不可以浪费 呃 让我们再想想 宁光小姐 你觉得 我能融入黎月港吗 这倒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黎月港是一座包容的城市 只要你遵守这里的规章制度 它就不会拒绝你 所以 重要的是 你能否对黎月港产生归属感 归属感 是啊 喜欢一个地方 融入一个地方 总是要有理由的 或许是在这里遇见过什么人 经历过什么事 也或许 只是享受黎月的氛围 习惯了这样去生活 总之 每个人都需要一个留下来的理由 希望你也能早日找到 我明白了 哟 几位正聊着呢 刚刚去了趟船队 来晚了 快来快来 正好轮到北斗了 北斗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吗 我 我没什么想问的 本来就是被他强拉来帮忙 顺便参赛而已 宁光 上次跟你说的事 你可别忘了 那东西不好对付 光靠我的船队 很难摆平 放心吧 我准备好了 商药准备妥当 千炎君 也提前赶过去埋伏了 那就好 你自己当心点 不要掉以轻心 北斗 宁光小姐 你们在聊什么呀 等群玉阁升空 你们自会明白 但 不是什么愉快的事 不知道 或许更好 第一次登上群玉阁的时候 我站在高台边缘 从空中摇望着黎月港 那时我想 终有一日 我会让群玉阁的影子覆盖七国 时至今日 我的愿望依然未变 不过 这次重修群玉阁 却不止是为了我自己 我希望 无论何时 群玉阁都能一直 附在黎月港上空 见证人间的繁荣安宁 也希望各位 与我一同见证 升空仪式 开始 告诉我 救慈 救 kim 救荣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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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荣 mater 送出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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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虽然我的体力也所剩无极,如果我想这样隐蔽相复,我大概比他有神仗 我们也来帮忙 此乃天道 一声闭声 闲 闲 安有安神 化为尘埃吧 天动万象 安有安神 安有安神 浑出 寒冰变神 不落金汤 天理长驱 大战变神 快速 闭嘴 闭嘴 魔力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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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处并不稳固 继续追下去 风险太大 一旦坍塌 后果不堪设想 还是先回去吧 只是力量有些消耗过多 没关系的 本来想一个人把那家伙处理掉 没想到 你还是追下来了 放心 他暂时不敢来了 受了那么严重的伤 应该已经顿逃到别处了 方才在水下 情况如何 解决掉了 他在潜入水下前就受了伤 我们没费太大力气 那就好 无论如何 总算是平安度过本次危机了 之后请到群玉阁来 我会好好招待你们 明光大人 船队传来消息 那只水怪已经离开了孤云阁附近 周围海域恢复正常 辛苦你们 千颜军情况如何 多亏了宁光大人准备的伤药 以及克强大人的临阵指挥 我们尽可能将损伤控制到了最低 当然 也要感谢这位小姐出手相助 我替千颜军所有的兄弟们 向你表示感谢 我 太好了 下次听云先生唱戏 我应该可以对那些赞美感到坦然了 虽然我并未想做英雄 只是想保护你而已 让士兵们好好休养 但不可过于懈怠 严放他卷土重来 是 暗中观察这么久 可有结论 您问本仙的意见 若非深鹤出手 绝不会如此顺利 这一点我不否认 不过 无非是过程艰辛一些罢了 最终的胜利仍属于我们 大不了 我可以再杂一个群鱼阁 本仙看过了你们仿制和改造的硅中机 你们确实有一些新奇的想法 从失败中吸取经验 提前布局应对危机 相比上次 有了长足的进步 姑且算你们勉强过关吧 今后 想必还有更多考验 本仙会一直看着你们的 只要我还身居天犬之位 我就会守护好黎月的安全 深鹤 几年前我看着你偷溜下山 又面色难过地悄悄回来 这次来黎月岗 你的心境可有所不同 有 虽然说不清楚 不过 别想象得开心 那就好 旅行者 申赫这孩子就有劳你了 说来 本仙记得许多他小时候的趣事 呃 这个就不必了 是吗 哼 一个两个都这样 不爱听也罢 本仙不说就是 本仙回去了 两位先好好休息一番 等疲惫消失 就到群玉阁上来吧 既要庆祝群玉阁建成 也要庆祝黎月顺利度过危机 这次的宴会一定空前热闹 千炎君的损伤在预想范围之内 不过回看整个计划还是有些瑕疵 如果时间更充裕一些 就能在这里提前布置结界 防备海浪冲击 这些都是教训 下次不可再犯 这次幸好有你们帮忙 多谢了 有点好 仇佛 不弱金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实不相瞒 我就是冲着这个来的 云先生的戏 我可是一场不落 这次据说 唱的是神女批冠 云先生的父亲写的戏 我期待的两三个晚上没睡好了 你们看 云先生上台了 你别让我再看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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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